今天是我們在民宿的最後一天 澎湖的第五天 我們在這邊住了四天晚上 大家現在在吃早餐 最後一頓早餐感覺如何 今天我的人生 在民宿的最後一頓早餐 我為了還是會做其他的民宿 這個民宿的最後一頓 這樣可以喔 還要硬擺 今天我們的早餐是 這個燒餅牛條 然後一些生菜沙拉 我們的飛機是在 四點 那今天我們大家出來之後 check out 可能會去找一個地方 最後拍一段空拍就結束了 恍惚之旅 恍惚之旅感覺短很多 比起我們前幾年了 續集 可以嗎 你可以嗎 你那麼忙哥哥 你那麼忙嗎 可以可以 我覺得跟大家一起比較 滿開心的 那我們現在去小溜球 小溜球 可能也是因為我們那時候訂澎湖 就覺得說澎湖 待個四五天 就差不多 就是今天 應該玩個十二天 是這樣的嗎 怎麼好像昨天聽你們講 不是這樣講 誰啊 我昨天都沒有講話 好快 應該是說我們近年的時間比較難喬 對啊 近年大家的時間同時也比較難喬 所以就是這五天事業 感覺很快很快 一下就結束了 就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 我跟不去比較早起 所以我們兩個已經先把早上都吃完了 再吃飯大家 然後我們的行李 都已經整理好了 這邊滿開心的 民宿很舒服 對了 昨天經過這個水上活動之後 我的手有一點點痠 所以 有貼了一個 這個貼布 大家 大家昨天晚上也都有 稍微 伸展過 stretch過 然後貼上這些 輔助的 才不會受傷 好 掰掰 準備上車 OMG 今天是泰雲最大的一天 OMG 好誇張喔 又熱又大 很散 我們今天在澎湖最後一個行程 澎湖水族館 聽說是新蓋的 我們住的民宿就在這旁邊 開車不到三分鐘的距離 這邊長得像這樣 這裡外面有很多 各種海底生物的雕像 聽說是相對新的一個建築物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這個水族館 跟屏東的水族館有什麼差別 因為之前有去過屏東水族館拍影片 看得出來後面有一個人在跳舞 這裡的反射 這裡的反射看得出來後面凌晨人在跳舞 這個天氣真的是 要來舒服 舒服 我們就在路口這邊就好 我覺得這裡不錯 我覺得這邊不錯 這邊很適合參觀 真的很棒 這邊很豐富 可以看很多東西 參觀一下 參觀所有來的人 我們在這邊參觀一下 我們在這邊參觀一下 好熱 今天真的是史上最熱 在這五天以來最熱的一定是 今天就最後一天 體感溫度可能有四十度 一二三四 這是全部人都壓進去 對 不是全部人壓進去 只有五個 劉沛也沒有 劉沛也沒有 劉沛要 一張票是三百塊 所以兩張了 兩張 兩張 兩張全票 兩張 兩張 這邊也是兩張全票 這邊也可以嗎 兩張 好漂亮 好可愛 是海龜耶 很許票 牠們都學習 牠不會帶到那麼多 牠不會帶到那麼多 嘟嘟跟正傑一樣是在外面到 對 對 所以牠說在外面到的時候 我立刻想到 欸 去年的芬蘭 感覺一樣的 有沒有 是芬蘭嗎 是芬蘭嗎 芬蘭 是冰島吧 那個芬蘭的那個服務館 不是不是 是那個 是那個要喊齊光的那個 對對對 芬蘭的那個服務館 對對對 芬蘭服務館也是聖姊跟都督沒有住的 這是綠西龜耶 好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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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很近距離的看到 好近喔 而且牠水很清澈 看得一清二楚 牠以為你要餵牠 這名字跟長的樣子都好 好奇怪喔 好 牠叫Black Sea Cucumber Black Sea Cucumber 這個黑色的 這個黑色的 黑色的 那個是Black Sea Cucumber Black Sea Cucumber AKA Penis 大家 大家在叫牠Black Penis 這樣是可以的嗎 牠這個走道 還特別設計成是澎湖玄武岩的樣子 有沒有 然後這裡是走道 設計得很不錯 我跟著大家一起集體行動好了 大家看到哪裡我就走到哪裡 我剛剛逛一逛手錶斷掉了 蛤 這個錶帶可以去換啦 換掉這個錶帶就好了 太突然了吧 因為牠剛剛其實就已經斷一半了 牠原本就斷一半了 牠就一直列列列這樣 這也跟著我很久了 牠這個叫什麼啊 中文 Puffer Fish 這個吧 文副插鼻 牠應該有個簡單的 牠可以找你耶 白點河豚 對河豚啦 牠要吃你的手耶 牠想吃你的手 好可愛 跟著走 我剛好在餵食 上面掉下來了一個 一整塊 看起來像海綿上面有 還有一些石 這個 還是沒有品種水族館的 中央最大的那一缸 大 看這裡面也是有個 上百個魚 這邊全部都是Dory 還有一些其他的小 小藍魚跟黃魚 真的 Just keep swimming Just keep swimming 這個好像是 寶可夢 完全藍的魚 跟完全黃的魚 混在一起 就變成是 進化成是這個 藍黃相間的魚 Just keep swimming Just keep swimming 它叫做 多莉 它就真的叫多莉喔 Stingray 水族館就是要有這種 海底隧道 非常壯觀 彷彿在海洋當中 跟這些魚人 游泳 這個是 這個還是那個 海魚總統園裡面 很多的 很大群的那個 然後一直很吵 好近喔 好近喔 是不是跟屏東的 屏東的 它好像應該比較大 所以 魚會 離離比較遠 但這個 它反而因為 小了一點 所以更近的感覺 所有的魚都更近 它是史上最大的魚 它應該比我還要重了吧 我們在這裡大概待了半個小時吧 對 在這邊一直趕走 有有有 30分鐘 在這一個地方 有很多魚 這邊真的還蠻好玩的 這個超酷的 它是反過來的 因為他們這些魚 是依附在其他大魚的肚子底下 這樣子游的 你看它下巴這裡有一個黏盤 倒過來的魚 第一次看到這種水母 它叫做馬賽克水母 有黑的白的是 說明欄是說 他們出生時候的太陽 大小會決定 顏色是白的還是黑的 對 他們超可愛的 最後我們已經找到 尼莫尾結尾 那是色尾 它的斑點不一樣 色尾嗎 它的斑點長得不一樣 這個才色尾吧 你看這個上面 這麼黑 形態 你看那個完全是黑的 我們出來了 剛剛逛了這樣大概兩個小時 這個展覽內容還蠻豐富的 跟屏東的比起來的話 的確是小了一些 但是觀看的感覺是一樣 就該有的都有 然後甚至是有一些澎湖特色的 魚的品種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就是一下午 有空前的時間 然後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就來這邊不錯 是蠻好的選擇 但是以300塊來說 它就是一個參展 它就是看展覽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比較 運動型的 你比較喜歡來澎湖市 情境大自然啊 到海裡面的話 那這邊絕對 不會那麼 那麼適合你那麼好玩 但我們剛剛很多時間 是因為一群朋友來 所以也可以坐著啊 然後聊天啊 然後一起來Goofy 拍很多照片 所以以這個行程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還不錯 當最後一個 收尾的行程 很舒服的收了一個位 尤其是現在太陽這麼大 還好我們是今天 排這個水族館 如果是昨天的水上活動 現在這個太陽 一定會被曬到爆 也蠻幸運的 好那下一支影片 應該就會是在澎湖的 最後一支影片了 我們就結束了五天 那我們要準備 回到台灣本島了